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对打赏很感兴趣 那其实整个戏我刚才也看到这个片段 有一些比较恐怖的部分 拍的都会感到吗 拍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恐怖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画特效装的时候 我们就在他们旁边 但是我虽然会被吓到 但是没有这么就是 就是片子剪出来那么的 让我震撼到我 就是把我吓到的那种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我也感情要去看了 那对于那个海桥的采访 他有说他喜欢的什么片 我喜欢跟别人一块看 那你是属于吓人的那个 还是说就被吓的那个 吓人的那个 被吓的其实倒还好 那你会不会想要考虑演戏的恐怖片 还是演戏其他的剪辑 还没有想过 那看起来一直以来 出道的就是离古装为主 那如果你真的到古代 你就想做什么 或者你想干什么 嗯在古代 想干什么 我懵了 我在古代要从事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回去古代 这种氛围就已经让人觉得 好神奇了 因为小时候我就 一直挺喜欢看古装剧的嘛 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那时候就幻想 就是天天披着那些沙巾啊 在房间里到处跑 就想象自己 是个古代人什么什么样的 所以如果真的穿越的话 能够穿越也是觉得已经 哇塞 我终于就是体验到古人的生活了 还会想说捕快要吗 捕快 也还可以 抓坏了也还可以 上官紫苏真的很可爱 大家一定要看哦